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一个叫做J2线的大阪站 J2线和板极线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它是两个都很大的站 所以中间一些路比较复杂 可能第一次来这里的朋友都会觉得路不好找 所以今天就教大家如何从板极梅田站走到J2大阪站 从板极梅田的中央出口出来就顺着电梯走 见到电梯就顺着往前走 于是就见到一个很豪华的室内建筑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板极百货 板极百货侧边的这一排也可以去逛一下 它会定期的展出不同主题的橱窗艺术 以豪华精美著称 现在正在展出的主题叫做日本的美意识 接下来我们从板极百货正门的右手边走 走到这里过马路就可以看到J2线的大阪站了 进门的左手边就是车票的自动贩卖机 因为J2连接轻干线 所以在这里也可以买到轻干线的票 非常的方便 搭车的话左手边买完票进站就可以了 但是大阪和梅田这边云集了各种百货商店 所以也为大家介绍一下 前方有个出口叫做玉堂金北口 我们从这里出去 然后上到高处比较方便大家看吧 上来以后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桥很明显连接了板极梅田 看到没有板极梅田站 中间的这个叫做尤都巴西 尤都巴西是一个综合电气城 从这个小的联络桥直接上去 是一个比较平价的吃喝玩乐的地方 这一栋叫做Lukua也是一个百货店 但是它不同于板极百货和大腕百货 它是比较面向年轻客户群的 里面的品牌和商品的会更加时尚年轻一些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过来的板极百货 好的我们继续从Lukua边上这条路走过去 就到达了J2线的中央出口 我个人觉得J2这个中央口 建立的非常的时尚大气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其实真的很难想象这是一个车站 那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它只是一座座的连接桥 然后连接周围的这些百货商场啊 办公楼 J2大阪站的真正的出口呢 还在上层 一会我们会上去看 这一层呢 就是J2大阪真正的出口了 我们等一下再来 先继续往上 这里呢叫做时空广场 是一个公共的 然后逛街逛类的 可以来这里休息 也是会根据不同时期呢 举行不同的主题 但是装修的都非常漂亮 特别是在像圣诞节呀 然后马上要到那个 Halloween 就万圣节呀这样子 对面这个呢 就是大碗百货 从这里走过去就好了 它上面还有两个联络桥吧 是连接Lukua的南馆和北馆 有上到最上面的那个联络桥 真的是高到一种要上天的感觉 这个就是J2大阪车站的服饰视角 还不错吧 由于我的助理Angela恐高 所以我们就下去吧 这一层呢 就是J2大阪车站的联络层了 出入口都在这里 所以你一出来就可以逛街了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爽歪歪对吧 这个区域呢 是大阪北部的中心区 就是围绕梅田和大阪 这两个车站建立起来的 它整体的风格呢 比起南边 新斋桥 道顿窟那边呢 要更加的高档一些 但是消费呢 应该是差不多的 这附近呢 除了今天介绍到的这几处呢 真的可以讲的东西太多了 之后呢 想要一一的出视频 为大家介绍吧 但如果大家有什么 特别想要看的呢 也可以告诉我们 或者私信我们 那么今天的视频 就先到这里 拜拜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